大家好 前两天我做了一期 就是我翻看我四年多以前 我的微信 微博的记录 然后看我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川普的 有的朋友就希望我继续做下去 那我们就今天继续来看 主要是翻的我的微博记录 我的微博已经炸了五个号了 但是虽然炸号了 但是我还是能够看到 别人看不到我了 我还是能在我的手机上看到我以前的记录 我好像是一个僵尸一样的 不能发帖 不能做任何事情了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 在四年以前 川普当选以前我是怎么看川普的 对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上一期我就是讲川普现在可能会大胜的几个迹象 我用封面图 那个图一片红 只剩下美尼苏达州 那个其实是1984年 里根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他的那一届大选的结果 那也是美国历史上差距最悬殊的一次竞选 里根除了明尼苏达州 因为明尼苏达州是他对手的老家 另外还有一个很小的大家看不见 就是华盛顿特区是没有投里根 其他所有的州 包括加州跟纽约州 全都是投的里根的 这个图我在做我背景的时候 我留着1984明知告诉大家就是1984的选举 但是我的封面图上我把1984偷偷改成了2020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就是这样的标题党 你告我呀 好 我们继续 2016年8月1号 我说川普的敌人不是希拉里 不是民主党 甚至不完全是被侵蚀的体制 而是全方位的为政治正确的世界观 当你的对手是个人 你可以求助于制度 当你的对手是党派 你可以求助于盟友 当你的对手是体制 你可以求助于民众 当你的对手是整个世界 那就只有横刀立马草泥马一条路了 当时我是在引用一个微博的时候 但是原微博已经删掉了 我们都知道从2010年开始 这个微博其实从12年开始 中国的互联网环境是越来越糟 很多的人被删号 基本上我2012年那个时候的微博里面 能看到的大号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刚才我翻了一下 包括2016年2017年2018年的很多号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是很多微博也已经被删掉了 不止这些 其实还有很多是你们看不见的 你们没有意识到的 在下周末我应该会做我那个十万粉的特别节目 我在里面会讲到我以前从事的工作 那里面我会讲到很多潜移默化的 可能你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媒体的影响 去影响人的一些手段 2016年8月3号 这一天奥巴马跟特朗普隔空骂战 奥巴马说你根本就没资格 没能力当总统 然后川普就在推特上说 奥巴马你可能会成为全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 然后我回了一刹 我说你川普不要脸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 那是我先说的 我之前节目也提到过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那个时候美国的黑人暴动 不是很多嘛 其中标志性事件就是Trey O. Martin 就是一个黑人小男孩嘛 因为在路上跟踪一个辅警 然后就袭击了这个辅警 这个辅警把枪就把他打死了 然后奥巴马当时就说了 出来发表讲话说 这个Trey O. Martin有可能 本来可能是35年前的我 这句话我当时听了简直是 唉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了奥巴马这句话 开始认清楚奥巴马的真面目的 当时听了的话简直是五雷轰顶 因为为什么 就是他几乎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说这句话 除非你能证明这个辅警确实是恶意伤人的 而奥巴马这么做其实就是在干涉司法 在干涉舆论 干涉司法 就是因为被枪杀的小男孩 他是一个黑人 所以你就站出来这么说 因为在2008年奥巴马上台的时候 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对他基于厚望 包括他们第二任的时候 对他基于厚望 希望你能够解决美国的族群割裂 尤其是黑人跟其他族群的矛盾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没想到这哥们一上台以后 他明明说一句话 他是一言九鼎嘛 他说一句话可以让黑人能够冷静下来 好好思考一下 他明明可以这么做的 他非要去反过来做 而且我不认为奥巴马他是不知道 他是知道黑人社区是什么情况的 但是他偏偏要迎合政治正确 去做损害黑人群体利益的事情 这一次的很多黑人 包括民调 包括主流民调都已经发现了 虽然说的很隐晦 不希望去影响大选 但是说的很隐晦 前段时间我看的是应该是 盖洛普还是皮尤的一个研究报告 讲的是之前我们讲 拉斯莫森说预测有31%的黑人会投票给川普 即使拉斯莫森没有 主流民调也认为20%的黑人会投给川普 这个是非常多的 因为上一届川普也拿了只拿了8% 之前没有共和党人拿到8%的 上一届川普已经拿到8%了 那么这一次有20%的黑人 有可能会投给川普 难道左派的各位兄弟朋友们 你们就不能够想一想是为什么吗 奥巴马上台尤其是第二任的情况下 他在做如此的煽动性的演讲 说这个死者本来可能是35年前的我 经历过这样子的话 族情是进一步的割裂了 到了川普这4年 反而支持川普的黑人是越来越多了 难道不值得各位好好深思一下的吗 好 这又是一个微博原账号被投诉 然后已经无法查看了 我也不知道引用的是什么 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我说的很好 这也是我是这么去看待西方的所谓白左的 以及看待川普的什么呢 就是我说吃惯了超市包装肉的人 就是用冷鲜肉 用塑料包拨包起来的那种人 以为这个肉都是树上长出来的 当他们看到一个宰杀肢解动物 浑身血雾屠夫的时候 他们都一定会围着教书 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sir 这个当时应该是引用了当时一个文章 讲的是左派的一个人说 川普你就没有一点点体面的想法吗 换句话说你就一点脸也不要吗 就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觉得西方的白左 很多没有真正见识过 没有在独裁体制下生活过的人 整天叫着川普是独裁者的人 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其实他们所享受的一切自由 民主都是超市包装好的冷鲜肉 他们这辈子都不需要为自由民主去真正的 真正的斗争过 真正的冒危险过 他们都是那种以为自由民主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个肉是树上长出来的 而正是像川普这样的人 就是不惜去糟蹋自己的名声 甚至是危害自己的社会地位 去为他们去宰杀这些动物 去把这些肉装到冷鲜袋里面去递给他们 同时必须要忍受他们的谩骂 他们说你就一点点都不要体面吗 你这个屠夫 很多人就讲 那川普跟中共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去了 川普这个毕竟是宰杀肢解动物 中共那是杀人 那吃的是人 所以各位白左朋友们 各位从西方从小长大的左派朋友们 当你们吃着冷鲜肉的时候 你们应该庆幸你们进来吃的是动物的肉 但如果说屠夫没有了 如果说是中共或者极左的力量 来帮助你们杀肢解动物的时候 那肢解的是不是动物 就不一定了 好 好 那这还是那句话 其实就像我之前讲的 我不是什么川粉 因为在我支持川普以前 我首先是反对他的敌人 我其实一直都是反对他的敌人 所以川普只是填上了这个空档 他成为跟我一样共同反对这个敌人的人 而且他是走在最前面的 2016年8月4号我说我对川普谈不上喜爱 因为对人要听其言观其行 然后才能分好物 因为当时川普还只是参与竞选 你并没有实际是不是落实你这个承诺 所以当时我不能说我是一定就喜欢川普 但是我对奥巴马还有他的盟友实在是深恶痛绝 因为他们污染和腐蚀了自由主义的精神 以及美国的宪法原则 去追求各种的平等 扩湖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 然后以追求平等为名了 干下了各种割裂阶级联系 加深族群矛盾的事情 虽然很不愿意 但是当时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敌人的敌人 或者说我最大的敌人的敌人 那就是我的朋友 那么当然事实后来川普也证明了 很多他的承诺 他的竞选承诺都是落实了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能够积极去落实大部分你的承诺 2016年9月27号 那天是川普跟希拉里的第一轮总统辩论 那天正好早上孩子感冒 所以是带来看了医生 所以没看直播 最后好不容易忙好了 晚上就看了一下那个总统辩论 然后我当时微博上我也提了一些建议 我说当时川普故意以无理作为一个辩论的策略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事实上后来的复盘也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希拉里在评论川普不肯说睡弹的时候 列举的1234看起来很有力 但是给人一口气把子弹全部打光了 因为你还只是第一轮辩论 如果你把第一轮辩论 所有的东西全部打掉了 后面就没得打了 而且几乎每一颗子弹都打在自己的软肋上面 因为把他这个话如果反过来讲 换成当时希拉里非常头疼的这个邮件门 几乎是一回事 川普不肯公布睡弹嘛 那你那个邮件 你30万封邮件 还有你为了隐藏这个信息 把这个邮件这个硬盘 用锤子砸坏了那个硬盘怎么解释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时我的第一观感 当时看完这个辩论以后 第一观感就是这样子 但是第一轮的辩论里面 有一个东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因为当时在希拉里在说什么的时候 谭的政庭突然很声音的岔开话题 去攻击川普 骂女人 当时他举办一个选美嘛 像每一个女的 然后他就骂了他几句 然后就被拿来做文章了 然后川普当时说 川普的回应就是说 本来我可以跟你对的说的 但是因为你的女儿在场 所以有些话我就不方便讲 所以我就不说了 然后事后呢 事后就是辩论节后 他立派要继续采访他 说你到底要说什么 当时他说你说他女儿在场 你不方便说 你要说什么 川普就说 因为他攻击我的 比如说平时私生活 我平时的言行 那么我本来想在这个时候拿他老公 就是比尔克林顿的事情说事 这个婚外情 可能这样乱搞女人等等说事 但是后来看到克林顿旁边坐的 就是他的女儿切尔西克林顿 那你想 我就忍了 那我就不说了 这个事我就不说了 事实上很多人 当时很多人说 川普你是说胡话 你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后面 在后面几次 因为川普后面直接把克林顿几个 声称克林顿当时性侵他们的女人 请到了总统辩论现场 所以你说他真的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吗 我觉得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觉得 因为总统辩论时间是有限的 你再回答别人一个问题说 我本来要说你什么的 我现在不说了 这个怎么着都觉得是不太可能 逻辑上是解释不通的 所以川普的话我认为他是真实的 当时我的判断是这样 后来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判断 就是说什么呢 我是有底线的 我再怎么样 这也是保守主义的一个特点 我再怎么样跟你撕逼 但是我是有底线的 所以说你但凡了解政治 或者说你但凡了解表演 或者说哪怕你看片看的比较多 你都应该知道政治里面有很多东西 都是演的 很多都是演的 而里面偶尔你会发现 这玩意好像真不是演的 会有这种感觉 而这种你往往是需要你通过逻辑和常识去判断的 我举个例子 就是在几十年以前 在南卡州有一户农户 这个农场是一代单传的 三代传下来的 然后经营不善 很快就要被银行给收走了 然后这个农场主 一个大老爷们脑子比较单纯 当时就买了一户保险 买了一个人身保险 然后回家就一枪把自己给看掉了 相当于是自杀来换取这笔钱 帮家里把这个农场留住 当然了保险公司你自杀怎么能算 就不会给他赔付 但这个事情上了新闻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么惨 川普也看到了 就直接打电话给银行 说他们家钱我帮你还了 还跟银行一顿怼 后来还写到书里去了 然后就在2015年 川普参与共和党初选的时候 到了南卡州去宣传造势 底下就有一个女的站出来说 拿着照片 就说我就是当时你资助的这个农夫 因为农夫死了 他老不在 这户人家的女儿 我和我母亲都很支持你这么多年来的帮助 所以我们南卡州一定就支持你 所以这个故事还是很感人 现场大家都很感动 你这个故事你看一下你会觉得 演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但是你觉得逻辑上讲不太可能 因为几十年以前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几十年以前人家确实是花了钱 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还了贷款 保住他农场 几十年以前是没有人想到他会竞选总统的 他也没有必要给自己做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的公关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逻辑是通顺的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真实的 这个就像我之前一起讲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 人们会往往倾向于这种表面上的 就是那种很容易去假造的 这样一种比较浮于表面的东西 道德什么东西的 但是往往就忽视了一些真正的深层次的 触及到人的真正品格的这些东西 2016年的10月11号 这个时候距离美国大总统的选举的投票日 已经只有一个月了 当时香港有一个比较左的记者 大家要知道 吕秋露威嘛 当时就转发了一个纽约时报记者的一个文章 说有一个华裔女性 然后被人骂说滚回中国 然后她的女儿不解说我们不是美国人吗 然后她就说很多华人在抱怨 说我受够了你们这些左派的政治正确了 难道你们忘了你们自己就是政治正确的受益者吗 关于这一点 好像前段时间Leonard还是谁 有人跟我说也在写了或说的视频 提到这个观点 说华人就是政治正确的受益者 我完全不接受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漏洞百出 不管从逻辑上讲还是从事实上讲 它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观点 我们从逻辑上讲 就算华人是政治正确的受益者 那我就应该永远去拥护政治正确 承认他的光明伟大吗 比如说一个贼偷东西给我 他把东西分我一半 那我就应该感谢这个贼吗 对吧 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我们再退一步讲 政治正确西方这个极左 他们是怎么诞生的 他们就是在右派的保守自由主义的 怎么讲纵容下也好 或者容忍下也好 慢慢的长大的 可不是吗 那么换句话说 他们难道不应该去感谢这些保守自由主义吗 对吧 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我们就不纠缠于这个了 反正当时这句话就引发了很多人 对于歧视或者关于公平 这个世界什么叫做公平的讨论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 一段话 我觉得这话我说还挺好的 虽然是有点漏洞 但是说的挺好的 我说这个世界上对于公平 它有四种态度 大家看好了 第一种态度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不应该有不公平的 这个世界一旦有不公平的情况就是错的 就是应该把它消灭掉的 第二种 就是稍微的要轻一点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是尽量应该公平的 就是在我能够公平的地方 应该尽量公平的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经常说life is not fair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它过去是不公平的 现在不是公平的 未来也不可能是完全公平的 那么最后一种 这个就是比较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说这个世界就应该是不公平的 你别看它这个第三种是一样 life is not fair 跟life should not be fair 或者life should be unfair 这是两回事 一个就是说承认这个现状没办法 世界本来是不公平的 另外一种就是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不公平利用到极致 西方的极左就往往陷入第一种 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应该有不公平 有任何的不公平 我们都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很多左派的 我能够理解 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我们都有年少的时候 觉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丑恶呢 应该把这个丑恶消灭掉 但是你随着年龄增长 你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我会专门做一集 讲我本人是怎么从左派 慢慢到达现在这个状态的 极右黄右或者说纳粹 白人智商主义者 这个状态的 那么这是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不公平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或者中共 所抱持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我们都知道 中国有句话叫做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往往是家长用来劝孩子读书的 听起来这个重点是在前一句话 叫做吃得苦中苦 其实它的重点在后一句话 方为人上人 这个也是中国几千年的这个极权传统 所培养下来的一个惯性思维 就是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不是人上人 就是人下人 所以大家一定所有就一切都要是真的做人上人 这个其实跟共产主义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瓜葛的 但是当共产主义来临了以后 这两者找到了一个非常让人难以不可置信的 一个契合点 因为共产主义主张人是有阶级的 这个世界上是有压迫者的 是有人上人跟人下人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跟我们中国这个人上人的官家 严丝合缝合在了一起 就好像一个异形寄生在了一头鳄鱼身上 这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正好在一块组成了一个超级的异形 虽然说到80年以后 这个极左的这块思想没有了 但是这个人上人的观念 跟这个所谓阶级的观念 就是这个共产主义思想的残留 依然保留了下来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毒上加毒 这也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着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 也是我说的打红龙就在这了 前面我们讲了这四种状态 不管是西方的极左还是中共现在所抱持的都是极端 当中两者 其实这两者其实是互相可以转化的 就是说首先我承认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就是不公平的 很多时候说生下来为什么他长这么漂亮 为什么我长这么丑 那本来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 而且这个差异在社会里面 在人的感知里面 会形成一个好和坏或者是高和下的区别 这本来是不可避免的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要在 怎么讲呢 能够实现公平的地方 尽可能实现公平 其实这个里面就是涉及到一个哲学概念 我尽可能不讲高深的东西 我讲的通俗一点 就是哲学里面有个叫做应然跟实然的关系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应然世界 一个是实然世界 应然就是这个世界应该什么样子的 实然就是这个世界实际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最早是由英国哲学家大卫休默 在人性论里面提出来的 他当时就提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人会因为这个实然 而推导出应然 这是不对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最后退导说说 应该这样子就是对的 这是不行的 比如说我们讲排队这个例子 是吧 我们知道在中国插队现象屡见不鲜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能插上队 能够第一个买到东西 那就是这个人有本事嘛 那么插队就反而成了一种实际的道德标准了 你不插队反而人家送你个草包 插队是有本事的 所以这就属于从这个实然推导出应然 这其实是错误的 中国很多中共的很多说法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现状是这样子的 所以美国你不是也有种族歧视吗 也有不公吗 所以我们这儿有一点点什么囚禁维吾尔人 有点打压香港的自由 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都是一回事吗 你看 这个就是从实然推导出应然 然后在西方极左这块那是另外一个极端 它是从应然直接推导到实然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用它来衡量 这个真实世界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希望能够直接嫁接过来 之前我节目里面曾经提到个例子 就是西方有这样一个法律 就是禁止你在性别上 在招工的时候歧视对方 也就是说你这个工作 你不能说我只有男的可以做 或者只有女的可以做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老板天生是有这个关键的 说我这个女的她又要来立嫁了 然后女的她又要生孩子了 这个说不准 什么时候万一要是她说不来就不来了 我这怎么办呢 所以我更倾向于招大老爷们 那么但是法律规定我不能歧视 这个时候我招工广告里面就不能写 我只要男的 那么很多就造成问题了 很多人投简历 女生投简历 不知道啊 投下投过来了 老板虽然说我不要女 但是我也不能说就直接把你拒了 我还得来让你来面试 所以双方同时消耗了老板跟应聘者的时间 白白浪费他们的时间 而且应聘者还冤呢 应聘者兴致勃勃来 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根本就上不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从应然 直接要把它应用到这个实然的 实际社会里面去 其实没有这么容易的 想法是好的 想法是对的 如果能够这样最好 但是往往这两者之间 要跨越一个巨大的鸿沟 这个鸿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大卫休默 写了整整一本书写的这个东西 就是人性 好 继续啊 2016年10月21号 我当时采访了澳大利亚一个很著名的政客 非常有名的政客 然后让他预测一下美国大选的结果 但是这个政客的跟很多其他的西方政客一样 最后都是啪啪打脸了 我在我的会员节目里面曾经具体说过 我就不谈了这里 你别说 这个时候往回翻 这个时候也是在选前一个月 各种数据纷纷出炉 不管是民调数据 还是当时不是很有三轮辩论吗 每一轮辩论对我讲是谁赢了 所以现在看这个数据 跟最近看川普跟拜登的 这个统计数据是一回事 当时也是说最后有人辩论 52%的人认为希拉里赢了 39%认为川普赢了 跟拜登跟川普的数据是一回事 当时还有很多说买了彩票的 买了希拉里赢彩票的 后来我们都知道有人赔了好几百万进去 关于这个博彩问题 我的会员群里面也有我的会员就说 我花了2万美元买川普赢 所以川普一定要赢 然后那阵就一直在群里面问我 你觉得到底是不是川普赢 我老实跟大家讲 包括我上一次做那个节目 说川普可能会大胜的五个迹象 我都不是为了安慰这位朋友 和安慰很多买川普赢的朋友 你们的焦虑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这个人我不是不参与博彩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博彩风格 就是我认为我希望川普赢 然后我就压川普 这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2016年大选我还真的是参与了压柱 最后我还赢了 这个故事下一次我讲给大家听 反正我这次已经压了中注了 如果说川普输了我就吃这个葵花宝典 我再重生一下 好 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在11月3号 美国时间11月3号 也就是澳大利亚时间11月4号那一天 会腾出一天的时间出来做直播 然后把整个过程 其实在2016年我当时那一天 也基本上没怎么干活 就是在光看大选的选情了 然后我今年会给大家做一个直播 尽可能把一些更多的信息给大家 然后我可能也会现场跟大家连线 通过zoom也好或什么的 跟大家连线 请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频道里面 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 所以我这两天可能会在线上做一个测试 我经常用YouTube直播 会做一个测试 到时候看看怎么样 然后尽可能带给大家一个 怎么讲呢 不一样的选举之夜吧 好 今天就这样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一期我们再见了